大家好,我是广州特域集电有线公司的技术人员马洪 今天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当特域冷水机C-W-5200显示E-2报警时,该人如何处理 E-2代表水温超高报警 当冷水机出现E-2报警时 温控面板会交替显示代码1万 和水温 按下任意键均可暂停报警声 出现E-2报警的故障原因有 第一,防尘网或冷凝气阻塞 散热不良 此时主要的处理方法是 拆下冷凝气防尘网进行清洗 或使用气枪清理冷凝气灰尘 第二,冷水机出风口或入口通风不良 这是冷水机的入风口 这个是冷水机的出风口 此时主要的处理方法是 尽量移开冷水机出入风口的障碍物 确保冷水机出入风口通风顺畅 第三,电压严重偏低或者不稳定 此时应该检查一下冷水机的电压和电流 改善供电线路或者使用稳压器 第四,温控器参数设置不当 此时可以重新设定温控器参数 后恢复出厂设置 第五,冷水机频繁开关机 冷水机开机后 需要保证冷水机有足够的制冷时间 一般五分钟以上 第六,冷水机热负荷超标 此时需要降低冷水机的热负荷 或者选用冷水机更大的冷水机使用机型 若以上措施 未能消除冷水机一二水文超高报警 可联系特预冷水机售后服务中心进一步检测 感谢大家使用特预冷水机 感谢大家使用特预防